好了 肉洗完了 真是脏了 然后也泡了几个小时的血水 然后给它切了 今天周日 那边特别忙 他就没切 平常他们那边都给切 我自己切吧 先把牛肉切成小块 切点葱姜 有点葱姜 焯一下 姜片 点火 凉水下锅 牛肉焯一下 再搁点料酒 搁点白酒 搁点料酒 行 现在已经血水出来了 然后把这汤倒掉 温水给它洗一下 然后用温水给它洗干净 然后放一点油 然后把这个肉放进去煸 把这水给它炒煤 搁了 炒干了 水差不多都出去了 然后就可以放锅料了 肉都已经炒干了 好 好 香叶 大料 葱姜蒜 冰糖 好 刮边晾 喝两勺 还有蚝油 一定啊 最后放盐 千万别着急放盐 蚝油喝的比较多了 没事 然后这是老葱 这是生抽 再放点白酒 然后放开水 好了 你要能吃辣的 放一点辣椒 辣椒 辣椒 续腥的 最后出锅里再放糖 不是 出锅里再放盐 千万不要早放盐 反正牛肉把色越深 是吧 看着就越香 再搁点老抽 好 然后给它放个电饭 包里面 好了 放进去了 然后 炖肉功能 行 这个是大鱼排的压力锅 炖猪肉特别香 这是美国节式的豆浆鸡 拿出豆浆也非常好吃 好了 牛肉 再放点盐 没多少 倒吧 行 差不多 哇 看着好香啊 做点牛肉面吃 忘了搁香菇了 我煮煮香菇再放进去 好 放点油 然后 老抽花 放入香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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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点盐 放入香菇 炒烂烤烫热 炒热热 下水汤 切出汤 切得泡 然后扣点牛肉 要有菜叶吧 喝点菜叶再 这牛肉面的骨就做好了 喝点葱花一样 然后再煮点面条 放上去浇 煮点面条 好了 牛肉面 西部式牛肉面 学会了吗 喜欢的可以点个赞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拜拜